欢迎收看,我是叶峰 最近国内娱乐圈热搜无法绕过的一个话题 就是黄胜衣和杨子的婚姻亮起红灯的事情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们参加离婚综艺 把夫妻矛盾摆到台前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这位国内第一梯队的富豪居然是个蠢货 记得早在很久之前的一次采访中 杨子就公开对主持人数落自己妻子没文化 主持人很吃惊这种情商的男人竟然这样说话 想打破尴尬问黄胜衣是不是的时候 黄胜衣没有回答的机会 话头被杨子拦住了 再次说她就是没文化 然后解释说在娱乐圈的这些人 大都没什么文化 这似乎连主持人一起骂了 作为周星驰电影《功夫》的女主角出道的黄胜衣 在中国娱乐圈始终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存在 多年之前选择了财团级的富豪杨子 嫁为人妇退圈回归家庭 即便有可能在某些人眼里有潜色交易的成分 但就像众人价值观里所谓的狼才女貌 虽说娶到家里不满意的例子也不少 聚散都是个人选择 但如此明目张胆 把厌气当众摆出来的 或者说把厌气当常态 并没有觉得能连自己也一起丢脸的这种认知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没文化的范畴了 毕竟至少是没教养的 但教养也是文化评估属性的一环呢 想来杨子也没料到 她说妻子没文化的这个行为本身 暴露了自己没文化的一面 其实我对别人的婚姻或者活法 向来不太有争议感爆棚的时候 更懒得指摘 毕竟那是别人选择的人生 黄胜一当初选择她自然有各种考量 这么多年来没离婚也有自己的考量 原本不必外人智慧的 我落上那么多痛骂杨子的人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替黄胜一鸣不平的立场 后来才发现 也许他们其中一些人和我一样 只是单纯有强烈的厌蠢症而已 记得克兰曾经对这种人有很精准的定义 真笨的人是生理原因 天生如此 他们承认自己笨并且很慢的前行 我们不能对上天赋予某些人的智力缺陷 有任何的歧视 但怕的是那种装聪明的人 明明被看透了 却认为全世界都不如自己聪明 甚至歧视和贬低旁人 嗯 我评论区删除过这种人 我删人的标准不是看好人坏人 或者是否有攻击性言论 只删那些蠢人 怕的就是拉低我评论区的平均智商 说到蠢 我们来看看这位自称国内独自创业到如今的资本大咖 是怎么展示自己的吧 在别人向他提问的时候 比其锋芒绕开话题 开始大谈自己的创业经历 想告诉别人 因为自己的经历与众不同 所以认知也高于旁人 于是有些事情就会不被理解 但尴尬在 当秀完光辉历程之后 全场静默 有个嘉宾打破沉默 对其他人说 我们有问他吗 帕批匠在节目后期的经典评论 让更多人发现 这位多年前的北大才女 绝对是网红界鼻祖的存在 大概内容是 她是我最不喜欢的中年男性的那种类型 她怎么那么喜欢给人上课 怎么那么喜欢给人当爹呢 所谓的厌蠢症 评估标准并不是善恶 而是自作聪明地跑出来 秀自己本就不多的见识和智商 这种行为本身不会伤害别人 却能恶心死别人 通常他们的成长经历 都伴随着被忽视或者否定 成年后 想要证明自己的欲望 就会无比强烈 强烈到 已经来不及通过语言逻辑和行事作风 来慢慢让旁人感受到 自己大有来头 而是迫不及待搬出昔日战绩 来确定江湖地位 此等愚蠢行为 恰恰暴露了自己的辉煌 有可能是吹出来的 所以我一度质疑 杨子的商业帝国是怎么搭建的 但后来突然想到 王健林和马云 每次兑现的时候都处处落于下风 也就释然了 在某些领域 不论是靠机缘还是人脉背景 有些人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连他们自己也不可复制 假如某天把马云和王健林 同时置身于身无分文 需要再次白手起家的环境 我是相信 马云能够有无数次再造辉煌的机会 但像王健林 王石这一类人 还真不好说 关于真正的资本大咖 我也见了不少 在和普通人的人际交往中 这类人会隐藏在人群里 谦逊有理 从不张扬 他们有可能是国际私募 对冲基金的高手 也可能是在实体行业 搭建商业帝国 搅弄风云的娇子 但这些人都有一个共性 很少下沉到 不是自己圈层的人群里 展开无效社交 宁愿躲起来谁都不见 但如果出现在 我们普通人当中 必定相当低调 要么不说话 要么以附和认同为主 就像是在一群鸭子里的 白天鹅 尽量掩藏自己 学鸭子走路 也不会站起来大喊 而等凡俗之人 谁能与我比肩 这样愚蠢的言论 就像我曾经举过的例子 电视剧天道里 国际私募基金大佬 在街边吃馄饨 明明是提前支付过了 临走被畸形不好的店主 拉出说没给钱 他一点不争辩 道歉之后又给了一次 那时候他散尽家财 折服在十八线小城市净修 但无论在任何境遇下 不做无效的争论 不消耗宝贵的时间 是这类人最显著的形式风格 如今 关于杨子和黄胜一 在离婚综艺里的表现 全网发酵 有人说杨子靠一己之力 惹得另外两对要离婚的夫妻 同仇敌忾 针对他 等于变相拯救了两个家庭 而网络上评论的角度 更是令人意外 大多是女同胞看了杨子 拐回头再看自家男人 怎么看怎么顺眼 原来的一些不满 那都不是事 自己简直是太幸福了 这样的反应 我相信杨子是不想看到的 因为他本来想在综艺里 树立的是 无所不知 博学多才的人设 如今不仅没有立起来 反而是人人喊打 站在黄胜一的角度 人生几十年 谁要顺着谁活呢 真若是说钱 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确保生存质量 但钱多到杨子那种程度 也就只是个数字了 若是要和这样一个人 朝夕相处 还每天被迫洗脑 我相信 很多女同胞 仍旧是不愿意的 有些事情和钱 和地位都没有关系 因为心情好不好 也是生存质量的 衡量标准之一 我一直认为 在能够掌握话语权的 那个圈层 其实还分两类人 一类自不用说 另一类多多少少 有点奢侈品A货的廉价感 出身不算高 一飞冲天之后 总想着衣锦还乡 向下兼容找认同感 其实这要是找到了 也会无比的空虚 但下次还是不长记性 就是想在一些 不如自己的人面前 一再证明自己 一再显示优越 比如杨子和黄胜一 杨子爱老婆吗 从多年前的采访 直到如今 她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显然是不爱的 但为什么要取呢 因为那是牌面 那是在黄胜一最红 最风光的时候 能够揽入怀中的骄傲 是吸引来万千目光的虚荣 那为什么她需要这份虚荣呢 因为自卑 为什么自卑呢 这是个好问题 显然 站在如今的社会地位 她仍旧是心虚的 曾经有个采访现场问 杨子最怕失去什么 黄胜一直接抢答说 钱 当时杨子的眼神超级不自然 说明被说中了心事 什么样的人最怕失去钱呢 并不自信自己的能力 能够持续赚取财富的人 思维倒推 也就是说她明白 此前的财富赚取途径 并不是靠自己的真本事 甚至在某些人面前 仍旧需要不择手段和卑躬屈膝 只要有需要她卑躬屈膝的人在 那么她的自卑就仍旧不会消除 她在一部分人面前抬不起的头 势必要在另一部分人面前高昂起来 这就是作为一个大众人眼中的 投资界大咖 依旧解不开的心结 内心的隐痛和压力是无法消除的 只要有对害怕失去金钱的执念 这个心结永远就在 这个现象不止她一个人 真正完全靠自己创造无数财富的人 少之又少 而养子之流却比比皆是 有人会说 养子嫌弃黄生衣没文化 那如果娶个北大才女 她是不是感觉无可挑剔了 这种想法太简单 没文化这个标签只是一种手段 一种彰显我比你强 你配不上我 这种潜台词的手段 即便换一个妻子 也无非是换一种手段贴 另外一种标签而已 综艺里面对黄生衣的百般拒绝 养子依然拉着对方 硬要去看星星 她不在乎对方感受 但一个不懂得在乎别人感受的人 当不了大老板 这不可能不合逻辑 那就是说 她只是不在乎一部分人的感受 这部分人会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无法给她造成损失 或者无法给她带来需要的利益 如此而已 之前黄生衣的美色还能给她带来流量和满足一下虚荣心 多年过去 这些早就得到的价值在慢慢褪色 而面临更多后来者具备同样价值 甚至更多价值的时候 黄生衣自然而然就沦为了 不必被在乎感受的那一类人 所谓的NPD 也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 通常跟随的是自己脆弱的自尊 绝对不能被践踏 综艺里还有一个细节 黄生衣在大家的鼓励下向别人抱怨 丈夫不管孩子 杨子并不接话 只是在旁边低声说了句 过年了 什么意思 意思是平时在家里大气不敢出 从不敢正面抱怨的你 今天有人撑腰了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居然敢接我的短处 谁给你的胆子 一年也就一次吧 你就当是过年吧 那么 为什么杨子会有这种想法呢 因为夫妻之间从未平等过 为什么不平等 因为他认为自己选择对方 是给了他天大的恩惠 只要婚姻持续下去 这种不平等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反过来分析 既然杨子如此强悍 为什么会在一个综艺里丢尽颜面 其实他当然是有点真本似的 否则不可能搭建一个商业帝国 但他既然已经上天 就无法回到人间了 这个社会有一类人 因为上升速度 大于自己能力增长速度 当到达一定高度之后 他的实力足以让周围很多人闭嘴 这时候再也没有可以提点 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于是会迅速自我膨胀 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时候一旦回到人间 面临需要平等相待的关系时 他显得异常笨拙 甚至是可笑 所以杨子和黄胜一的婚姻 到底错在哪儿 错在无解 杨子是一个和任何女人 都不可能把日子过到幸福的男人 这个世界的家庭结构 本来就有很多种组合方式 他可以选择最靠近金钱的 适配度最高的方式就行了 唯独不适合婚姻 我是叶峰 名利 财富 婚姻 爱情 这世上有着太多 值得人们追逐的东西 有趣的是 当其中某一项到达极致的时候 势必会损伤其他单项的获取能力 若真是如此 您不如就当是身在 自助餐形式的豪华晚宴 每个碟子里 轻轻取一点放在自己盘中 君子有度 小人无节 有时候就是个简单的 加减乘处而已 万事过犹不及 咱们回头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